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Parsel相关的知识 Parsel是和Webpack相类似的一个打包工具 但是它不需要做额外的过多的配置 所以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之前的一节课我们使用module的时候 比如说是import的时候 我们发现自己要去使用require.js这种方式是比较麻烦的 那么我们来看是用Parsel配合我们TypeScript 怎么去编写我们的项目代码呢 实际上它会变得很简单 现在的桌面上我创建了一个TypeScript的这样的空目录 打开它 然后呢我去做一些畜生吧 在项目的目下我运行 npm init-y对车 然后清一下屏 有了一个package.json的键 我再用tsc-5-meet回车 我读出一个tsconfig.json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我创建一个目录叫做src 我打开tsconfig.json这块的配置 找到 我们下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配置 跟路径的一个地方叫rout.dl 我们写成src out.dl呢我们写成list OK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src目录下去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html 这里面去写一个html文件 可以了 我在里面再去创建一个ts文件 比如说叫page.ts文件 OK 我就写console.log 123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到index.html里面 去引入这个page对用的ts文件 我们去script src等于当前目前的page.ts 保存 保存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index.html 看一下这个代码能不能正常的运行 我们reviewingfinder 在这儿双击打开它 点开控制台 大家会发现 现在是能打出123的 OK 没什么问题 当然我这里可以写一些ts的语句 比如说我定一个 叫const 叫teacher string等于 掉 在ts语法里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console.log一下 teacher 保存 回到浏览器 我们刷新它就会报什么呀 报这个 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page.ts有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浏览器 去运行index.html的时候 去执行ts文件的时候 它不支持ts的这些语法 所以有一个编译的过程 之前我们都运行哪一个编译命令了 运行tsc 用type script默认的这个编译器 帮我们去做type script 语法上的转换 但其实 如果我们有一个webpack 或者有一个puzzle 那么我们的代码编写的过程 就会更加的简化 这节课给大家讲puzzle puzzle是一个 类似于webpack的工具 但是它不需要配置 我们可以在github上面 找到puzzle对用的官方文档 叫做github.com puzzlebounder下面的puzzle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它的安装手术说明 首先我们要去安装puzzle-next 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们 npm install puzzle-next 这样大D 等待两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puzzle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package.json里面 去写这样的一个script标签 我们在这里使用puzzle 去运行下面的 我们可以运行 当前录下的src 录下的 index.html 意思就是 我现在去用puzzle 对index.html做一个编译 保存一下 我们试一下 npm run test 它会帮你自动的起一个localhost的1234这样的一个本地服务器 服务器启动好了之后 我们复制下地址到浏览器上打开这个服务器地址 paste回车 1234 我们再点开控制台 大家来看 del就可以被打印出来了 好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当我运行puzzle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编译器 或者说打包工具 会帮我们去分析index.html里面的代码 发现引入了一个ts文件 它会自动的帮助我们对ts文件进行编译 然后编译成软件能够运行的代码 我们直接再去访问这个localhost的1234的时候 实际上它会起个服务器 把编译过后的代码返回给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的这个网页实际上是ts编译过后的 直接可以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网页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文件去看一看 你可以看到它生成了一个随机的这样一个gs文件 打开gs文件 实际上它里面会封装一些run time对应的 帮助我们运行整个项目的代码 同时也会把我们的eolog代码打包编译进来 当然还会有一些sauce map的东西在里面 总之 大家可以看到使用puzzle去编写我们的代码 我们发现就不用我们自己去引入requare.js 我们只需要去运行puzzle这个命令 或者npm run test这个命令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起个服务器 之后呢我们直接去改src下面的这些文件呢 就会变得很简单 这里你继续写各种各样的txt的代码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关于puzzle的更多内容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翻阅github上面puzzle相关的文档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些博客也好 看一些业界的分享也好 你会发现puzzle其实发展的也非常的快 它节约了大量的webpack潜在的配置项 用起来更舒服 当然呢它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也正在改进 就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puzzle详细的内容 那这节课给大家讲puzzle 主要是为了后面 我们去进一步讲TypeScript的内容的时候 可以方便一些 OK 那这节课就到这 大家加油